在印度搞基建到底有多难 除了他们自己 估计没人成功的在那里完成过项目 而韩国和日本的公司也偏不信邪 就是要在印度搞基建 结果发现那简直就是难如登天 韩国企业在那里被疯狂折磨12年 最后都是连夜跑路 甚至扬言给再多的钱也不会再去了 这中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今天要说的被坑抢的主角 是韩国普向钢铁公司 这可是全球前十大的钢铁制造厂之一 可以说他们一直处于行业的第一梯队 在这个世纪刚开始的时候 随着韩国原材料价格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涨 这也是普向在经营的过程中 遇到了一些困难 导致他们的龙头的位置或许有点不稳 当时这家企业的负责人 就想着要改变目前的现状 总不能一直被牵着鼻子走吧 于是他们就把目光放在了海外 其中就包括中国 巴西越南以及印度的国家 其中呢 普向把目光放在了我国的身上 但是在他们了解到我国钢铁业的竞争程度之后呢 普向转头就给印度抛了橄榄枝 刚好那段时间呢 印度正忙着申请联合国呢 他们引进外资的热情 那可是空前高涨 大量的外资无疑会增加他们的国际影响力 估计啊 是想让世界误以为他们很强大吧 普向公司在前去印度考察之后啊 发现这里可不就是我们要找的风水保地吗 劳动力又多又廉价 他们国内的技术建设更是需要大量的钢材 这不就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吗 制造销售一下子全解决了 而印度呢 估计是看到了普向眼中的欲望 他们更是积极的向普向 张开了友好的帝王 甚至是声称 只要你肯来 那一切都不是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双方拟清我愿的 那还不就一拍即合吗 于是在2005年的时候 印度和韩国签订了合作备忘录 韩国普向公司 预计投资120亿美元 在印度建设一座 年产1200万吨的 大型钢铁联合生产工厂 当时呢 普向还联合了 毕合毕托公司 后来呢 这家公司决定暂时退出 随之而来的是 另一家钢铁巨头 米塔尔 他们也被邀请 加入此项目 这还没多长时间 米塔尔估计 只是感觉不太对劲 于是及时止损 最终呢 就剩下韩国普向了 在签订合作之后 双方清理 估计都乐开花了 对于普向来说 他们12年的噩梦 才刚刚开始 要知道 印度拥有十大民族 和众多小民族 光是语言 就达到了1000多种 官方语言 就有22种 那些小民族呢 分散在28个帮 这就导致 每个群体 都有自己的语言 文化甚至是法律 印度城邦 拥有高度的自治权 有很多联邦的法律 甚至是高于国家法律 这就导致了 很多规章制度 审批程序 也都各不相同 甚至是 有很多 还和地方是相冲突的 一个部门能做的事情呢 他们分成了5个部门 普向就在这上面 吃了大亏 刚开始的时候 普向估计是 并没有对印度进行 深入的了解 几个月下来 工作人员拿着文件 来回折腾 不仅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还被印度人嘲笑说 韩国人的英文 沟通能力太差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 普向一时之间 也是不知道说些什么 后来呢 在印度当地官员的疯狂暗示下 他们才把该塞的文件带 载到了该塞的地方 然而 关键是 还有人拿钱不办事 审批的问题解决之后 随之而来的 就是真谛问题 总有些人 想当钉子户 对于钢铁厂 这样的重工业项目来说 最困难的估计 就是真谛了 不过正常来说 只要资金到位 一切都好商量 然而 这在印度 可就不好使了呀 按照合同内容来看 这个项目 总共用地4000亩 其中有3500多亩地 由政府提供 这还好说 然而 其余的却需要 从人们的手里进行征地 这不用想就知道 肯定会出现一些钉子户的 而且还是印度本土特色的 那种钉子户 有的人呢 想占便宜 还有的人是故意刁难 政府不帮他们 他们又没有什么财产 那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因为印度征地法里面 可是规定了 除非民众全部答应 不然的话 建设项目不得进行 其实说来简单 多给点补偿金 估计也好商量 在当地得高望重的人们的帮助下 图像终于搞定了群众 可是这还没闯过气来呢 当地政府就又开始搞事情了 他们那边提供的3000多亩地 基本上都是灵地 要是按照他们城邦的环境保护法 你就得交环境保护费 这话让普相的人一听啊 昨天还看见你们当地 有人在恒河水里玩垃圾呢 现在跟我在这儿说环境保护 这算哪门子的事啊 不过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普相呢 也就只能乖乖地按流程走 按理说 这就应该踏入正轨了 但印度人的神奇 却是出乎意料 上交计划书 又得一层层的往上递 这需要的时间 可是说不准 这么累的活 那不得给点茶水费吗 这中间前前后后又用了两年的时间 普相终于拿到了环境许可证 这个时候呢 他们也是松了口气 估计呀 想想自己马上能赚钱了 心里还有一点小激动呢 但是印度人的想法你别猜 猜了你也猜不到 由于当地农民又强烈反对 印度政府又暂时决定 不批准这三千亩地了 甚至是还收回了他们的环境许可证 韩国人听到之后 那血压简直就是一路飙升啊 这次呢 他们也非常硬气 直接将相关部门告上了法庭 这个项目呢 就又被隔着了一年 在2009年的时候 胡相开始全身性地投入这个项目 当时他们还非常自信地说 不再有任何困难了 明年就能够正式动工 然而达联就是这么快 2010年的时候 这个准备启动的项目呢 突然之间又被叫停了 这次呢 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非政府组织 他们表示 这一项目违反了印度保护当地居民 以及山岭的林权法 声称胡相这就是在破坏印度的环境和民众利益 反正吧 就算帽子有多大就扣多大 韩国人也是没办法呀 只能继续硬着头皮打官司 因为从签订合同之后 这一项目五年没开工 所以只能重新签订合同 这样就是说 他们之前做过的所有准备工作 都需要重新再来一遍 2011年 韩国这边刚拿到环境许可证 这次他们打算偷偷启动项目 但是却又出事了 那边百姓又不乐意了 不仅要求增加征地补助 还要求普相在印度建厂之后 给当地的群众安排工作岗位 听到这些话呀 普相可是被气得牙痒痒 当初是你说的积极配合 现在百般阻挠的还是你 但是最后啊 他们还是被我答应了 毕竟这都到最后一步了 马上都开工了 总不能前功尽弃吧 这时间花了 金钱砸了 要是现在退出的话 那可真的就血本无归了 毕竟刚开始的时候 选择印度 是因为印度引进外资的热情非常高 但是在签过合同之后 他们的态度就来了个360度大转弯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 胡乡呢 也是真的受不了了 只能跑路了 然而这个时候呢 印度政府开始着急了 钢铁厂要是不见的话 他们的钱包怎么鼓起来呀 后来这里的各级官员又商量了商量 最后一致决定 把普相再次找回来 这好说歹说啊 才把普相给劝了回来 在2014年的时候 印度中央政府突然表示 他们将介入普相钢铁厂项目 并且还会积极的推动争力 印度相关人员声称 当地政府和中央政府呢 都强烈希望这项目能够尽快步入正轨 这普相也是不长记性 还真就信了他们的话 虽然说这次的前期准备工作 没有遇到任何障碍 但是在一年多之后 这个项目再次被迫停止 其中的原因呢 也是没有透露 后来呢 普相更是宣布放弃这一项目 甚至是连夜打了个飞机回韩国了 甚至有不少网友直呼 一代钢铁巨头的称呼算是折在印度了 有了这么一个血淋淋的例子 估计明眼人都知道 想在这里搞基建有多困难了 但是呢 有一个国家就是不信邪 不撞南墙不回头啊 这个国家呢 就是日本 他们呢 竟然想在印度修路 在2015年的时候啊 日本抢下了印度的高铁项目 也就是著名的150亿美元高铁大订单 当时呢 日本估计想着 他们自己的高铁技术啊 那也是赫赫有名的 那在全世界来看 也是榜上有名啊 日本为了抓住这一单生意呢 更是毫不犹豫的 向印度提供了50年的分期贷款 并且利息只有0.1% 然而自从他们中标之后 这一高铁项目呢 规划的里程还不足一米 在日本拿下这一定单之后啊 跟韩国普将一样 也是为了征收土地的事情 一直在跟当地打官子 毕竟高铁项目跟其他的不太一样 它需要经过的地方非常多 印度每个地方又有每个地方的规矩 项目规划中 99%的土地都是私有土地 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帮的征地进度超过一半的 刚开始 他们规划的是预计在2022年通车 后来呢 因为一些事情又改成了2024年通车 根据最新消息呢 他们的这一项目又改到了2028年 至于到底什么时候能完工 估计没人能说得准 当初韩国在这里受了12年的折磨 最后连夜飞回去了 不知道日本能坚持多长时间呢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个关注 大家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咪 看要不散 我们下期